HELLO 大家好,我是尤掌晶 希望你們還記得我,因為太久沒有出現了 你們最近過得還好嗎? 讓你們看一下,我頭髮現在很長 因為太久沒有剪頭髮了 我在家的那個生活作息其實還蠻 蠻無聊的 就是我一早起,好久沒有早 就是我一起床就是 第一件事情就是會去泡咖啡,然後吃點早餐 然後就會運動 然後呢,其實最近在家主要的那個時間就會用來創作 然後為了找靈感啊,去看看電影啊還是看動漫 其實我最近還蠻喜歡看動漫的 而且在動漫裡面看到了很多他們想表達出來的那些大道理其實都還蠻深刻的 所以最近在動漫裡面 其實讓我感受到特別多以前沒有的那種感受 然後呢,其實現在其實就在家裡會跟團隊啊開會 然後就是第一張的專輯發行的那些tempo 然後呢,除此之外還會再討論 嗯,就是第一張專輯以後的一些音樂規劃還有就是創作 其實就是,所以正在處於一個 各種嘗試的創作狀態吧,就是還在學習中 所以,自己給自己的當然壓力還蠻...有一點大的,不能說蠻大的 就是,給自己壓力囉 然後呢,因為要重新整理很多原來很多東西 所以就會,很多東西就會放空然後就是歸零 然後重新的包著一個新的狀態去學習 呵呵呵,呃,星哥什麼時候跟大家見面呢? 如果不delay的話,我覺得4月中下旬會跟大家見面 然後呢,其實最近也在想想啊 如果實體專機應該用什麼樣的一些模式 然後跟平時打破大家對一個實體專機的一些概念 然後再想一下怎麼樣去玩它 然後讓你們會覺得更有... 新鮮感 所以就一直會在想一些這種好玩的地方 其實,主要還是想說在音樂上的一些突破吧 不管是在創作上也好啊 呃,樂器方面也好啊 還是舞台上的呈現也好 其實還蠻多新鮮的想法 像在今年的演唱會上面給你們驚喜的 呃,這段時間過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就是想...不知道欸 就是覺得好久沒有跟你們見面了 盛世想念 呃,因為這段時間呢,是自主隔離 然後呢,等隔離過後呢 就會有一檔節目 然後你們就可以看到在舞台上的我了 呃,這段時間不見面的日子裡面 你們一定要... 好好照顧自己喔 然後呢... 我就用這段時間好好地充實一下自己 然後... 下次見面的時候,把更好的自己帶給你們 耶,晚安 晚安